许兰儿一名少东因为深信是交老友 加上虚荣心作祟 两年来不惜砸重金 加入各种协会 包括了一个叫做前皇家警察俱乐部的协会 取得贴在车头的贵宾牌 他随后还出资和好友成立了物流公司 只是没想到在花了父亲大笔的血汗钱 同时也向亲友和大尔龙取债 投入300万令吉后 才赫然的发现跌进了老友的骗局 甚至最后还反被恐吓骚扰 就连女友的住家也被丢鸡蛋 非常狼狈 广东话有句俗语 不熟不知 说白了就是诈骗相熟的人 许兰儿一名26岁少东 陈永社就是最佳例子 设下陷阱骗他的人 正是童装兼老友 而且两人的父亲还是同学 两家交情非凡 两年前事主重遇 多年不见的老友严先生 对方以各种悬挂在汽车的贵拼牌 诱骗市主 说服他豪志千金加入会员 当中包括前皇家警察俱乐部 和联邦直辖区协会等 不受承认的协会 一开始是进这个Bukit Armand 过后他每个月 我想要给donation 啊 给多少钱 201千年的时候 是大概千多块 几千块 到了2018年的时候 是大概几十千 最高去到百七千一个月 过后到2019年的时候 也是百多千 最高是二月去到两百五十千 市主表示 他在挂了贵拼牌后 成功逃过车进太黑的路检 所以让他更加相信老友 最终更听从对方建议 出资成立物流公司 不过当市主追问 公司成立的下文时 老友却要市主再签署协议 还狮子开大口 追加五百万令吉 让市主如梦初醒 但在这段期间 陈永胜不但投入父亲的资本 甚至还向亲朋企友和大耳聋 去载 我知道是在一个月前 一路你都不知道 因为我太相信他 给他 他是这样 他跟我做了两年 跟我工作两年了 后来我新增他 就放钱给他去开支票 我就相信我儿子 我没有去查他的账 后来他已经开了 我一百十万 老友被揭发后翻脸不认账 除了派发宣传单 捏造市主是老千 还发简讯恐吓市主一家人 更到陈永胜女友住家 丢鸡蛋 行性猖狂 施主今天在父母和马华公共服务 及投诉部主任 拿督司李张天赐 陪同下召开记者会 切入自己过去两年 就被欺诈三百零亿万五千九百九十四令吉 投诉部顾问律师拿督汤姆指出 这案件抵触了刑事法典四一五欺诈条文 促捷民众提高警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